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我表达的态度 有没有水啊 米医生 最近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肿着 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 你看一看 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不是 我跟行蕾肯定是有相似之处才能去试验 相似的地方可能我们面对工作 跟自己的这些态度都比较严肃跟认真吧 我们的训练 为的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你们不是来玩的 其实还是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跟准备的 确实这类型的角色在之前从来没有挑战过 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挑战这样的角色 我们会提前进入到特警的他们工作的场所 然后跟他们进行大令的面对面的交流 然后聊一些他们工作上面的经验跟生活上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包括他们生活中的感觉跟工作中的状态其实挺还不一样的 我自己可能会更多的看一些纪录片方面 包括我们开场有一段要去跟米卡交流 然后让她放松心态的一场戏 白科医生的时候可不能走 我控制不了 叫什么呀 米卡 还有秀女的 那我放戏皮我怎么办 这个我参考了很多谈判的真实的录像 因为我觉得这种谈判的语气不能是那种非常强硬跟严肃的 一定是要用更轻松更愉快的一个口吻 用半开门笑的方式去让它化解这样一个非常紧张的氛围 你一声 这事没这么复杂 你现在跟我走出去 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 但你要是不走 那咱俩就只能领和发 其实我们在戏中有大量的记性部分 主要是基于我们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个人物的职业属性跟他们的这种关系都出现了一个很大层面上的一个改变的方式 所以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度 让我们去给这个角色添加更多的个人色彩 所以我们两个在现场经常会临时现挂 不会彼此商量可能就抛出一句 就是看彼此的真实反应 我觉得这种现挂的感觉还挺好的 你干啥又要生气啊 你不演生气不行 我大概主要是 你看这儿 我这一大厂 很很很尴尬 我都假装是 看这个 狗 我觉得他能把职场部分跟爱情部分平衡得非常的好 都是基于一种真实的感受跟真实的氛围 在这部戏上磨合的分配比例非常好 就是又专业又甜 危险